美国职棒大联盟 华盛顿国民对上圣地雅各教室 比赛打到六局上 球员和裁判却突然小跑步离场 紧接着连观众席上的球迷 也开始惊慌离坐 纷纷往球场外头冲 在枪击发生当下 不少球迷吓得马上蹲低 躲在座位下 或许担心这是无差别攻击 场内球迷就像无头苍蝇 推挤翻墙 让国民队不得不透过球场广播 要大家冷静 只是为时一晚 球场出口早就被慌乱群众挤爆 棒球场内外宛如丧尸片奔逃场景 原来进行比赛的 华盛顿国民球场 靠近三壘的大门外 就在比赛进行中 连续传出十几声枪响 还好这场枪击案 后来证实并非恐怖攻击 尽管还是造成四个人受伤 不过还是有不少仓皇奔逃的球迷 跌坐在马路旁惊魂未定 国民和教室比赛因为枪击案中断 这场没打完的比赛将延到美国十八号下午继续进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